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网友他们非常担心 我不会付给你工资 你感觉你会担心吗 不会 没问题 没问题的 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很好奇你的家庭情况 比方说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家庭证员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家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家有七个人 七个人 对 比如说我妈妈 爸爸 我姐姐 还有我三个哥哥 三个哥哥 对 我想问一下 你有几个妈妈 我有两个妈妈 你有两个妈妈 对 在阿富汗可以娶三个老婆和四个老婆的 还有就是 他们的话很好奇啊 你什么时候在中国留学的 还有就是你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 很好奇这一点 就是我在2017年去过中国 然后那边在首都师范大学 我从那边拿到了那个中国奖学金 对 奖学金 对 然后在首都师范大学 一年学了很多 首先选择的是那个计算机 计算机 对 然后那时候我的水平不能好 对这个计算机的 然后他们说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改了 我去北大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在学了一年 学的是什么专业 学汉语 汉语 对 在学了汉语 哦 你然后转到北京大学 学习了汉语 对 OK 对 所以那因为那时候有什么问题对我的那个专业 所以我第二次是在一年学汉语 所以我然后在北大学 然后我去那个北航 北京 北京汉工汉语大学 哦 是的是的 对 这个非常厉害 你去了这两所大学都非常厉害的 你说明你是学霸 哈哈哈哈 是 然后在北航 我开始学国际经济语 国际经济贸易 国际经济贸易 对 我现在已经打算了 我还没毕业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对吗 对 因为病毒发生了 所以我回到阿富汗 然后我们等看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让我们回去继续学习 哦 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学习的 但是还行吧 但是我们希望快就 尽快去 尽快去 对 尽快去 好的好的 那你现在来到阿富汗了 然后这个疫情呢 它不一定那么快消散 它很可能要一段时间 然后你未来 你后面的生活 或者你的人生有什么规划 我希望就是毕业以后 做一个工作 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去工作 然后 是中国的还是阿富汗的 看看 我就是希望在中国做工作 对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做生意的 那我给你的建议是 中国比较好一点 对 我知道 希望可以去中国 对 那我希望你能成功的去中国 然后再来继续生活 现在通过前面几期的视频 很多中国的朋友已经认识你了 他们都非常喜欢你 谢谢 然后你有没有 你想说的话 对中国的网友说一说 我就想说 因为现在阿富汗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希望 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很多中国人来到我们的国家 看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已经知道 就是比以前现在的情况是更好 所以我希望很多中国人来阿富汗 帮助我们 然后给我们机会工作的 还有其他的给我们机会做 然后我希望很多阿富汗的学生 去中国上学 我们希望中国和阿富汗 友谊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困惩努力 那行 今天就采访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如果还有网友什么想要好奇的提问的 到时候发在评论里面 我来再拍他一期视频 好不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